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天也大涨了 真的就跟温老师讲的一样 我礼拜二就跟大家讲 礼拜三 礼拜四非常关键会涨 果然涨了 可是呢 到了今天 怎么办 到了今天怎么办 那我们去看一下 明天是到了星期五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说 如果涨了两天了 其实我们今天来 我来三天之前 很多投资朋友 跟我们的客户都在问 说 温老师 压力是在哪里 因为涨了两天了嘛 今天好像有一点点涨了上去 大家开始担心了 因为今天外资把这个 它期货的空单 它没有继续回补 反而是偏空一点点 那大家可以开始担心 明天会不会有压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板的一个部分 好 明天 十月三十一号 已经来到月底了 明天 礼拜五了 十月三十一号 当充的关键压力的一个价格 当充的关键压力价格 这个地方在哪里 你说 温老师 这个东西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你看 已经连长两天了 昨天跟前天都大上 今天开始震荡 那我今天还要教大家一件事情 除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提供给我们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来询问一下 怎么样去取得它 我们的服务人员都会告诉大家 对你来说 明天的操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才会知道说 如果再涨 涨到哪个地方是压力了 而且突破之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教大家 你要怎么判断一个行情 有时候大家比较有疑惑 什么时候是盘整盘 什么时候会有趋势的行情 像这个昨天跟前天都是趋势盘 今天比较盘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来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这个电视的一个画面 这个是今天的行情 10月30号 原则上都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状况 都是一个震荡整理的状况 那你去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呈现这样的状况 说是盘整盘 那你看一下昨天的一个行情 这个是昨天的 一路大涨嘛 这个是顺势盘 来 我们再看前天的 诶 也是一个顺势盘啦 那朋友朋友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昨天的行情 来 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拉近 我们工具上面会呈现一个 压力的一个地方 昨天我们工具的压力在哪里呢 8844 好 我们稍微往旁边带一下 突破后 突破了这个压力点 又上涨了61点 好 我们全画面了 你就会发现到说 昨天行情找盘也是震荡整理啊 可是呢 一旦突破了这条红色的线 我们工具显示这条红色的线之后呢 它就开始什么 往上大涨了61点 那我们再看哦 礼拜二 礼拜二也是一样啊 工具的压力 好 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 你看哦 礼拜二开盘 我们工具就会显示说 诶 当中的压力点在哪里 8688 那你看哦 突破之后大涨了117点 好 我们再带到全画面 你看哦 我们谢谢 带到全画面 你就会发觉到一件事情哦 当它突破压力之后 是不是顺势盘了 好 没有错吧 当指数礼拜二突破了这个8688之后 往上一路大涨 那你再看哦 昨天的航行也是啊 突破了8844之后 诶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什么 大涨的一个航行 那你想说 今天为什么没有大涨 对 投票朋友你问 今天怎么没有大涨 因为今天没有突破压力 好 投票朋友你看哦 今天有没有突破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哦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哦 今天工具的这个压力 哇 显示在比较上面啊 在8917 很可惜 对不对 今天 中场啊 整场都在什么 盘中这边震荡而已 完全没有 触碰到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今天 它没有呈现顺势 诶 又再出现大涨的格局 为什么没有 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 那明天 对 如果你有工具 后面就说 诶 原来压力没有过 还是一个比较偏向震荡整理 可是如果看前天 昨天跟前天呢 压力突破之后 哇 整个就上去了 所以 明天你要判断的关键 因为我觉得 我除了把这个资料 来 我们再回到手办 你看哦 明天这个 明天10月31号 礼拜五 当充的关键压力价 对不对 你把它带回去 不是说 啊 素质给你而已 我要教你怎么用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 才有帮助 所以我再讲一次 来 我们来判断一下 当行情出现什么 当它突破这个 等于今天要记起来 你可以拿笔把它写起来 真的很重要 因为今天行情比较震荡整理啦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花点时间跟大家教学 我们就花点时间跟大家教学 所以呢 这个数字 你把它得到之后 你把它得到之后 你明天怎么看呢 你明天怎么看 如果突破了 它就容易出现顺势盘 什么样的顺势盘 就像昨天跟前天的那个样子 让你了解 那就是原来 什么点位突破了 它就会出现一个 一波上涨的一个行情 如果没有呢 就像今天啦 对 今天是什么样的行情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今天的行情就非常的一个 震荡整理 今天的行情就非常的震荡 几乎都不太动了 可是你透过分析仪的一个画面 您还是会知道啦 您还是知道说 短线的这个多空 怎么去做这个区分 所以我再教大家一件事情 你看喔 当遇到盘整盘的时候 你可以用我们工具的分析仪 来做操作 其实是很简单的 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的画面 你看喔 当指数 位于我们的盘整三线之内 代表是什么 比较偏向盘整盘 那盘整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 我简单跟大家讲 里面内容很多 那我直接念红色这个字 如何运用指标来做一个掌握 盘整三线加上分析 你看喔 盘整盘是不是像这样子 就是跌下又涨下 又跌下又涨下 那原则上 都在一个区间 都在一个区间做一个正当整理 那你看喔 今天的行行 一模一样嘛 就是一个盘整盘 那你看喔 如果指数在我们工具的盘整三线之内 什么叫盘整三线 就是你看到的压力跟支撑 就像我们今天要提供给大家 明天的压力 那个顶位 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所以你看喔 今天为什么比较容易出现盘整的格局 你看喔 找盘这段 工具开盘 上面红色这条线 工具的压力在8917 下面有一条 蓝色的线 当指数在这边震荡整理的时候 代表什么 比较容易出现盘整的情况 那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你看喔 那你就要运用工具的分析 我刚才有教大家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谢谢你看喔 当遇到盘整盘的时候 您要什么去做一个什么 判断 盘整三线加上分析仪 好那分析仪什么意思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 已经常常跟大家讲了 我们再看一次 多方代表是红色彩带 空方代表是蓝色彩带 所以呢 在第一档的部分 由蓝色转成红色的 由蓝色转成红色的 代表什么 短线翻多 那如果在高档呢 由红色的转成蓝色 代表什么 短线是一个偏空的一个状况 好那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喔 看到今天的工具画面 你刚才应该有瞄到啦 诶真的耶 原来盘整盘 我可以这样子做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喔 就像这个样子 今天开盘之后 诶 就开始出现什么 慢慢的一个压回 今天开盘开在8878 出现压回之后 哪个地方有可能是相对的低点呢 就在这里 来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 好这个地方呢 分析转多了 在8851这一带附近 分析转多 后面航行 就往上做一个什么 反弹 然后呢又小幅度的一个压回 涨到什么地方 涨到了8877 这边 我们稍微往上带一点点 分析转空了 对 来到了8877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今天的一个航行 其实是不大的 只有51点 可是你透过分析的画面 诶 其实是蛮清楚 这边8851分析短线翻多 涨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绿色的三角 提醒你 分析转空 大概在8877附近 这边在8851 好 我们都带到全画面 所以呢 你才会发现到说 今天行情 震荡整理 原来透过这样的方式 您可以做操作 那一样啊 如果明天不是盘整 怎么办 这个是你怕的 今天盘整明天还会盘整 对 这个是你担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供 这个东西给大家 因为真的非常重要 会协助您的操作 对你来说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 所以你看哦 这个地方 明天的10月31号 礼拜 我们当充的 关键的压力价格 在什么地方 如果您有兴趣的 可以来下询一下我们的福人员 会跟大家说 您要怎么取得它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当然除了今天的航行以外 你看今天航行虽然 怎么讲 震荡归震荡 还是中间有机会 为什么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盘中都会给 这个投资朋友一些教学 我们会尽量的 把我们看到东西 我看到自己讲 我们尽量看到跟大家讲 所以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哦 今天的一个航行 今天早上的这个 11点06分附近 我们工序的软体的一个教学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出现 这个买进去 那我们跟大家讲 行情偏多的机会是 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 分析它是什么 由低档翻多的 它是由低档翻多的 所以呢 我们大概在中午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一次 那我们再看 继续看下去 好 当时间来到这个 12点20分的时候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行情偏多机会 比较高 那个时候呢 从8862 上涨到8889 涨了多少 27点附近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跟大家讲 我们大概在这两个地方 11点06分 跟12点21分 大概在这两个地方 跟大家说什么 我们认为 航行还是偏多 为什么 早上是震荡横盘整理 都没定没当 可是呢 我们看到什么 关键的转折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你看哦 就算今天盘 这么黏 大家觉得这拍照 可是呢 短线价差 你偷工具的画面 诶 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 呃 这个在行情在走的过程当中 会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认为还是什么 有机会会涨啊 为什么 跌到早盘相对低点 分析已经转多了 由蓝转 转成红色了 来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点 这个地方 对 由蓝色的 转为红色了 在相对低檔的地方 翻成红色的 好我们在全画面 所以为什么会从这边 诶 一路往上做一个拉台 对今天是盘整盘 对不对 可是呢还是中间 你运用工具分析的画面 你还是能够知道说 诶 短线的 这个多跟空之间 您要怎么去做一个 判断跟区别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回到手板 来 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 这个市场 唯一不变的是它 瞬息万变 它会变来变去的 那投票票你就觉得说 你觉得说 诶 魏老师今天讲你蛮有兴趣的 你觉得诶 有道理 你蛮有兴趣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 广告里面 有很重要的资讯 真的 有这个 让我这个 卖一下关子 让我卖一下关子 您真的有兴趣 对我刚刚今天讲的东西 你有兴趣的 请你留意一下 广告里面的资讯 对你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我们再看哦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供 这样的资料 给大家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明天要突破了 那个关键的价位之后 行情才会一路向上 万一没有过呢 投票票非常重要 万一没有过呢 它就容易出现什么 震荡整理 来 我举个例子 来 我们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哦 昨天的行情 昨天是礼拜三 昨天的行情突破了 工具的压力之后 8844之后呢 往上涨了61点 所以你再看哦 这个是礼拜二 这个地方 工具 开盘或显示给你的压力 在8688 所以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 就是这个点位 明天 工具或显示在哪里 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 好 所以你看哦 当它突破之后呢 上涨了117点 上涨了117点 所以你看 重不重要 这重要嘛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想要对于明天的行情 更有方向的话 真的对你有帮助 好不好 对真的对你有帮助 所以呢 来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回到手板 成功的人 在逆境当中看到是希望 成功的人 在逆境当中看到是希望 我为什么上次跟大家讲 你看哦 明天的行情 大家已经开始 环露啊 真的啊 你看哦 昨天大涨 前天也涨 今天不动啊 明天会不会跌 你就很害怕 所以我才会建议大家 您照着工具的画面 来做操作 你就不用想那么多 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行情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来 我们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 来 所以你看哦 今天开盘在这个地方 今天开盘在这里 好 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 好 下面左下角有个时间 今天10月30号 8点45分 好 我们请韦庭帮我们看一下 谢谢 所以你就发觉到什么 今天开盘的时候 分析是不是蓝色的 诶 对 同学朋友你就看到 诶 对啊 是蓝色的 所以代表什么 澡盘 比较偏弱 所以你不会一大早 跑去追多单 我觉得今天要教大家 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想说今天开盘 就是震荡整理 你想说昨天涨了 前天也涨 今天应该会涨 今天开盘应该会涨 今天一开盘就跳进去 哇 你看后面就跌下来了 来 我们继续看下去 回到电视的画面 所以我们要教大家是什么 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 我们上下都带到 谢谢 上下都带到 今天开盘之后 你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工具的分析 还是在 蓝色的 还是在空方的 所以你还是不能买 你要等到什么地方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短线什么地方翻多了 你看喔 投票 如果你早上这边就买了 我们这边请示威师拉近一下 你看喔 早上你才又跳进去了 哇 这个赶快进去 赶快进场 进去之后你看 立刻就跌下来了 可是你看 如果你看到分析的画面 诶 你就很清楚啊 原来早盘 还是偏向空方的格局 来我们继续看喔 对你看 哇又继续往下跌 早盘还是偏向空方格局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啊原来 我今天早上 今天开盘的时候 我不能做多 你就会知道 啊真的 救了大家 你就会知道 啊这边不能买 对没有空没关系喔 这边不能买 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要去判断 一个行情的高档跟低档 是多还是空 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很简单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 来 请大家用正确的工具 调整好您的心态 您要的不就是带回去 可以立刻上手工具 不用再花太多时间 学习的朋友 对不对你看喔 今天早盘开盘上急殺下来 跌了多少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电视画面 谢谢你看喔 从这边 今天的一个开盘在 8878 在这个8878这边附近 好 那跌到这里到哪里呢 好 我们这边请设计师 把它拉近一点 这一根K棒的这个 最低的一个价格在哪里呢 在8842 在8842 好我们都全画面 谢谢 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 我今天如果开盘喔 跳下去 马上跌下去 你就30几点 你可能就停顺了 你就发现啊 这样不对 你就会觉得说啊 原来工具真的 可以帮助大家 非常重要 我应该没有错啦 对啊你看你就知道说 我今天要跟大家表达 不是说今天盘整盘 你要赚多少 不是 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因为今天盘整盘 就不可能赚太多 可是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 你要 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说 今天早上你 不要去追多单 今天一开盘 因为我们今天 观察到很多 什么 一开盘 急急忙忙 趕快做多 为什么你看 昨天涨 对不对前天也涨 我就是因为昨天前天没买 所以没赚到 我今天一定要买 今天买进去 你看又不对 你看又跌下来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透过工具画面 你就可以清楚 哪边是高 哪边是低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手板的部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消极的人 失败后 会选择 从此放弃 成功的人 失败后 会选择重新 来过投票 没有关系 明天 都有机会 你只要有我们工序的画面 透过讯号 透过我们像我们今天 提供给大家的资料 我们要提供给你的资料 你就会很清楚 原来明天的行情 你要怎么做 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的行情 我们刚才还没讲完 我们继续看 来 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这边往下跌之后 什么地方 有可能短线的翻多 非常的重要 你看喔 透过工序分析的画面 来 这个地方 好 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 你看喔 在低档 游蓝转红 在低档 游蓝转红 好 所以呢 我们再回到全画面 所以你才发现 原来今天的相对低档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会做一个出现的动作 那我们继续看喔 后面的行情 震荡整理 慢慢的什么 往上做一个什么 拉抬的动作 这清楚了 对不对 为什么这边会拉抬 对不对 因为分析翻多 然后呢 短线开始就 稍稍的压回 没有关系 你就照着分析来做就好 你看喔 好 到了这个地方你看 又出现一个什么 翻红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喔 到了尾盘 对 出现一个什么 向上拉抬的一个格局了 你就会非常清楚 原来今天的航行 尤其是到尾盘这一段 你想说 应该会长啊 怎么又不会长了 来我们这边请圣檐师拿进 你看喔 到了这个地方 你才会发觉到什么 原来短线的 分析已经转空了 在今天的这个1.20分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小绿色的闪角 好 我们在上下带到 所以为什么今到了尾盘 没有再出现什么大涨的格局了 所以你运用工具画面 就非常非常的一个清楚了 对不对 你看你透过今天工具画面 就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们其实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我们盘中都会真的 想尽办法 真的想办法要提醒大家 就是怎么样 运用工具 来做一个操作 为什么要做想尽办法 因为我们真的很努力 我们真的服务很积极 真的希望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所以呢 来我们回到手板 你看喔 今天的行情在这个11点多的时候 工具跟软体的教学 跟大家讲 行情偏多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 从8860涨到8889 涨了29点 对 在12点21分 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们认为还是 短线偏多机会 还是比较高 所以呢 在这两个地方 11点06分跟12点 这边 这边附近呢 还是跟大家讲 航行尾盘出现了一个什么 拉抬动作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真的能够帮助大家 所以我跟大家讲 来 回到手板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 您要把握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您要把握 就像昨天跟今天行情 你看喔 今天没有行情 不代表明天没有行情 你看昨天跟前天 哇行情好大 我们来回头 我们再复习一下 你看喔 昨天跟前天的行情 您怎么透过工具的画面 来做一个掌握的动作 来 我们回到这个电视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昨天的 加码多一次 兩次 后面行情往上涨 你比较一下 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 右边是一般的K线 你看喔 看到红色的星星 你就知道要偏多了 欸 这样就清楚 你看一般的K线 看不出来 对 这个是礼拜二的 一样啊 买进薰化书线 红色的箭头往上涨 那来到这个地方 一样嘛 两颗红色的星星 您还是偏多操作 所以你透过工具画面 真的是很清楚 真的是很简单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来 我们回到手板 您可以期待 时光倒流 可是它不会再倒流了 您也可以不用再 苦苦等待 您不用再等待什么呢 明天到底 当中的 关键的压力价格 到底在什么地方 您都可以来询问一下 我们的服务人员 怎么得到它 欢迎大家来做个咨询 好 我们更多有关 今天在筹码面的分析 马上回来 11月行情操作关键 多空大解析 趋势金银家族 11月1号 台北新竹 11月2号 彰化高雄 大集合 02-2506-6808 02-2506-6808 02-2506-6808 你不能只想到你的家 现在你必须想到更大 你必须想到更大 我永远爱你 你永远爱你 我们在史上比较大 我们比较大 我回来了 11月7日 星际效应 Holy Swamp 草本提炼 特殊矫改 Holy Swamp 霜后烂 后烫 霜后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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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 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 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坎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有感冒前照 提早用撕撕 以免重感冒 用撕撕 不会四肢无力哦 撕撕感冒胶囊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即刻救援团队打造 It's who you did it to It's Joe Wink 激怒立威最强动作剧片 10月31日捍卫任务 11月行情操作关键 多空大解析 趋势经营家族 11月1号台北新竹 11月2号彰化高雄大集合 02-2506-6808 02-2506-6808 欢迎再来回到 就骨骸大银家了 在今天筹码面的变化 还是要请这个 维远老师来看一下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今天的一个变化 大家又有一点啪啪了 又怕怕 为什么 因为外市好像又有一点偏空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请森林师看到这个 手板的一个部分 你看今天三大法人的外置的部分 你看 他又偏空了 2535口 现在的净空单是 6747口 自营商没什么部位 净多单是哪里 425口 425口 来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现货的一个画面 你看哦 今天三大法人的现货 同步都是站在买房 哎 投票你觉得这个奇怪 最近这个三大法人现货 每一天都在买 真的 所以这个蕴含什么意义 对不对 容易出现什么 非常剧烈震荡 你看啊 一边买现货一边空袭货 这代表什么 他中间在做价差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 所以既然行情会波动 您更需要什么 你要知道明天 你明天操作 我们有时候要讲 有时候会缓不济及嘛 我们要直接跟你讲 当下 你能用到 明天 你可以用到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 来 明天 10月31号 礼拜五 我们当冲 你要操作当冲的 当冲关键的 压力价格 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在什么样的地方 8XXX 对不对 已经连续上涨 两天哦 今天震荡整理之后 你一定很担心 啊 这行情还会起来 你非常担心 所以你就需要这个东西 那怎么用 我刚才有教过大家 他一旦突破了 行情非常容易 演变成像 昨天跟前天那种顺势盘 所以您真的 有需要知道它 那至于怎么知道 您可以来询问一下 我们的服务人员 他会 跟大家讲的 非常的一个详细 所以你再看哦 今天的一个行情 你看 既然是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也有震荡整理的方法 我这样子讲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 就是不太会动嘛 低点在8838 高点在这个8889 高低点 差了51点的部分 其实严格来说 行情是不大 可是投票你看哦 如果今天是震荡整理 代表什么 明天一样会有行情啊 尤其是我刚才有跟大家讲过 10月有周末效益 投票你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嘛 10月会有周末效益 明天又是周末了 行情非常大 请你一定要特别做个注意哦 所以你看哦 今天行情震荡整理 不要紧啊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哦 早盘震荡整理 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早上你不能在这个地方 一开盘 尤其是这边 来我们这边请视频师拉近一点 这边第二根K棒 第二根的5分K 出现了一根什么 哇红棒 哇你就好开心 赶快跳进去买 哇一跳进去买 就懂 哇整个急杀下来 所以你看 就急杀下来了 这样你就挺准的 可是你看哦 这个地方你看到工具后面你就会知道 原来分析是转空的 早上我是不能买的 早上我是不能买 一开盘我不能跳进去抢 这个非常的重要 到什么地方 底型才有可能打出来 分析转多嘛 涨到这地方分析中间 转空了 才会出现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们真的很用心 也很认真 真的希望能够协助投资朋友 来我们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 今天的早上 还是不断的跟大家强调 在中午的时候跟大家讲 我们认为行情偏多的机会 我们回到手板 偏多机会比较高 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呢 后面出现一个什么 缓步的一个上攻格局 那既然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明天的关键 关键的压力 请大家做个掌握了 好 更多有关于这个明天的 这个期货行情 锁定这个明天的节目了 我是韦庭 感谢收看 我们下回 by bwd6